冥冥 冥冥 跑步 站穩 跑步 要屹股 默期一世期 最擔心的當然就是 家人 很多人做这样脑部的手术以后 甚至于失智的营养还好 我算蛮顺利的 要不然我跟我先生两个都失智的话 谁来照顾还好 当时真的 我觉得很长期很不快乐那个时间 其实我做了很多事 我始终觉得自己好像其实也没有这么开心 我是等到我开始帮病友举办讲座 然后看到他们用很骄傲的表情 在台上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我才终于觉得我好像比较开心了 跟过去比起来 更加不能接受浪费时间的事情 时间就应该花在更有意义的事上 很希望大家家庭健康 然后就出国旅游 我今天跟孩子在写 写短信给他 我这个是妈妈的期望 希望我们上海观的都能见到 感谢观看